1921年在桥头堂场启用 1973年在虎尾堂场报废 编号503的火车 由陶宜家谢家亨原汁原味 按照一定比例 做出陶宜作品展出 唯妙唯笑令人赞赏 而这一个大象造型的 精彩瓷湖作品 也是让人驻足欣赏 陶宜家谢家亨 在西班牙马德里陶池学院 扎实地学到制作陶池的各种技法 且参与许多展览跟比赛 拓展了视野 将西方的艺术思想融合了东方文化 创作出独特的作品风格 从现在起到11月29号 在七十四艺术中心 展出陶宜创作展 以摇火闪光为题 希望用作品说故事 传达出东方艺术的文化之魅 我最擅长的是西班牙的闪光诱 那这些闪光诱里面 我的呈现的方式 除了玫瑰金以外 还有别的青蓝色的这种 青铜器的色泽 那这些色泽呢 就是说是我多年来研发出来的 陶池的一种新的幼彩的表现 这次的作品 有非常多种种类的风格 那这些风格都是我累积了 这三十年来的陶池的技术 还有我制陶的一些技法 做一些呈现 经由刘宥的方式 在每个块面上去流 把这个幼彩流动下来这样子 那这种太幼系统呢 我们在统称它叫做变化幼 所以它在幼要里面呢 每一个360度所呈现的幼彩并不一样 陶艺家谢家亨在三十年的摇火锻炼中 创作出一件件 独一无二的精彩淬炼作品 获奖无数 在2015年获选为国际陶艺学会IAC会员 与世界各国优异的陶艺家交流互动中 展现台湾特有的多元陶艺风格 在陶艺创作的国际村里 占有一席不可撼动的地位 替台湾争光 优传媒洛志雄台中采访报导